原来TVB有三代无户将,不过后两代只有古天乐最红了。 对于TVB的第一代无户将,大家还记得吗? 在八十、九十年代TVB港剧的鼎盛时期,创始人少女夫在电视圈搞了一个噱头出来,那就是笑声组合。 无户将,这个组合里就有刘德华、梁朝伟、苗乔伟、汤真叶、黄日华等艺人,也是那些年TVB当红的小声鼎梁柱。 这个组合后来一起创当电影圈,和拍了一部《无户将之决裂》,现实生活中似乎迎合了这个电影名,刘德华和梁朝伟走进电影圈大战宏图。 而苗乔伟、汤真叶、黄日华则是继续留守在电视圈,至今就剩下了苗乔伟常住在TVB,汤真叶偶尔回来客串下。 不过现在他执名汤诺文也加入了TVB,估计会是下一代单家笑话。 前几年,很多人都说到了TVB的新武虎,那就是2000年后在TVB当红的小声组成的,那就是由马国宁、陈建峰、林峰、吴卓西和黄宗泽组成的新一代组合。 不过同样,在TVB混了多年后始终要向外闯荡才行,陈建峰现在长期在内地发展。 林峰现在加入了古天悦的经纪人公司,应该会在电影圈大展拳脚。 吴卓西也是主要在内地发展,而黄宗泽也是已经离开了。 剩下的就是跑龙跑多年,这几年才迅速被力炮的马国宁。 但除了这两代,原来在90年代都有一个无虎组合。 不说真不知道啊,要不是今天有香港某家知名的娱乐平台博主写出了这篇文章,这五个人组成的无虎组合,怎么看都不搭。 那就是在1995年TVB新力捧的无虎,顾天悦,刘凯威,吴家悦,顾举基,何远恒。 这五个人,怎么看都不搭,何远恒更是为很多的内地观众不熟悉,刘凯威现在助攻内地电视剧市场,自然是很熟悉的了。 而古举基呢,现在是一心继续在香港乐坛上闯荡。 老实说,后两代的TVB无虎中,也就古天悦能和当年的刘德华,梁朝伟堪称一代天王巨星了,当红奈自然是不用说。 老实说,后两代的电视剧市场上闯荡。